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1236网站的一个爬虫的一个人的课程 因为现在的话是作为一个访程的一个高峰期 就是回家的一个高峰期 那么这个火车票抢票的话 是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人的东西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有经验的一个这样的开发人员 一个这样的爬虫工程师 我们肯定的话是想要通过自己的这种爬虫技术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抢票的一个人的需求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抢票的功能实现 好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抢票的这个 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有哪几种方式去实现 第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就是去分析这个12306这个网站 它的一个这样的URL 比如说你现在去点击这个抢票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车票预定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点击查询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在点击这个预定的时候 就可以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选择某一个人 再去点击提交的时候 那么的话这个浏览器肯定会向这个12306的这个网站 发送一些这样的网的请求对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什么呢 模拟他的这种网络请求 就是使用我们的那个 Scribe框架 或者是那个request库来实现 来模拟这种网络请求 对不对 但是那种方式的话就会比较 就是刚刚讲的这种方式的话比较复杂 就是你要右键 然后的话检查 然后的话在这个network这地方 不断的去监听他发送的这些网络请求 然后的话再去分析 他发送这些网络请求的过程当中 携带的什么样的参数对吧 说的话就是对你自己的这个 技术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对吧比较高一点 第二个第二点就是第二个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啊 我这个UR这个请求我不去分析啊 你流浪器该怎么走 你就怎么走对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 Citanim来驱动这个Chrome流浪器 让他自动的实现这个 抢票的这一个功能啊 对啊 抢票的话 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对吧 无非就是那几步啊 首先的话来到这个 售票的页面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 这个售票的页面 然后的话这个选择出发地 选择目的地 选择出发日期 然后的话点一下查询 然后的话如果这个地方 他显示的是有票啊 他显示的是有票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购票 对不对 那么这些行为 如果我们让这个代码 来帮我们就做啊 我们点击这个预定对吧 我们让这个这个行为 我们让这个代码来帮我们做 是不是比我们手动的 去点快很多啊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 这种方式来啊 实现我们的这个 抢票的这个需求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在讲解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哈 就是这个12306这个网站 他抢票的 抢票的时候 我们需要实现哪几个功能 好吧 需要刷新哪几个功能 好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派站嘛 呃 这个的话 是我备客的一个真的代码 我备客的一个真的代码啊 呃 我再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哈 就是这几个流程 然后讲完这几个流程以后 我接下来再跟大家演示一下哈 就是我们在做完这个爬中以后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的项目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啊 呃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的是这个爬手 然后的话 呃 我记得之前是应该是已经打开过 已经创建完这个项目的啊 那我就直接把它给拿过来就可以了啊 就这个项目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新建好了一个啊 全新的一个项目 好吧 全新的项目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然后我来新建一个TSD文件来做个笔记啊 就是那个抢票啊 12306 12306 抢票 笔记点TSD啊 好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就写几个步骤哈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啊 这个地方来写下啊 使用 使用 s1 i1 n i1 m 加这个什么呢 cdlm e driver iwia啊 来实现12306 抢票 对吧 好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 cdlm 加这个chrome driver 来打开这个浏览器 那么我们 我们要去抢票嘛 抢票的话 你首先 你是不是需要登录啊 对 你都没有登录 你怎么抢呢 对 所以的话 我们首先要做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让这个浏览器啊 让浏览器打开那个 呃 打开那个12306的登录界面 对不对 给登录界面啊 然后的话 然后手动啊 输入手动进行登录 好吧 当然这个抢票的话 这个登录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手动的去 登录 明白意思吧 因为抢票的话 其实 他真正要抢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啊 那个登录的那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在什么的 比如说啊 他这个票是9点钟开始发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在8点 8点那个50几 你就可以把它给登录好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让他自动去刷新啊 对 就是这个抢票的 这个抢的这个动作 其实是在这个预定的这个地方 这个登录的话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放到这个 cdlm当中给你完成 对不对 其实的话 你要去做的话也可以啊 只不过这个12306的那个图形印证码的话 可能会比较大腾 好吧 但是坏说回来了 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我们抢票的话 只要去实现这部分啊 那个登录那部分的话 我们是可以手动去完成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是第一部分要做的工作啊 就是让这个浏览器来打开这个12306的登录界面 然后的话手动进行登录啊 登录完成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跳转到这个什么的啊 车票预定的这个界面啊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就是什么呢 登录完成后啊 让游览器啊 跳转到什么的啊 那个啊 购票的界面 对吧 购票的界面啊 好 来到购票的界面以后 接下来啊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直接来到这个车票预定的这个界面 来到这个界面以后 下面是不是没有显示出这些车票的这些信息啊 对不对 怎么才会显示 是不是你这个地方出发地 目的地以及出发日期 这三个东西你都需要先 都需要把它给输入完成以后 再点击查询 你才能够输啊 才能够查询出这个数据啊 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把北京把它给删掉 这个地方我直接点下查查询 是不是查不到啊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将这个输入框显示成一个红色的啊 你就直接不能 他就不让你去查询的啊 他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点击查询的话 就必须要实现什么呢 就是出发地目的地以及出发日期 这三个输入框那种的文字 你都必须要输入进去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北京把它给写进去啊 把它给补充进去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再点一下查询啊 点一下查询 好 查询完成以后 接下来下面的话 是不是就有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不用管 我们先来管这部分 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我们需要就是 也是手动的去把这个什么呢 出发地 以及目的地 以及这个出发日期 把这三个东西把它给填充上去啊 填充上去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去啊 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查询按钮 然后的话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行为啊 点击行为以后 他就会把这个三个的数据把它给查找出来 然后的话 显示在这个地方 对 好 下面一部分要做的工作啊 就是去把这些数据填进去 然后点击查询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肯定有的同学就会想是吧 老师 这个地方不是很简单吗 我直接用这个代码的方式 把这个北京啊 把这个目出发地啊 目的地 以及这个出发日期 把它给填充上去 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那样的话 确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出发地 目的地 以及出发日期 这三个东西 他的这个文字输入啊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文框输入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输入一个长沙是吧 我输入一个长沙 我这个地方 我没有点这个点啊 我没有点下面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直接来到这里 我就直接来到这里 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话 马上将之前的那个文字 把它给删掉了吧 看到没有啊 他这个地方 这个出发地 目的地和出发日期 这三个东西要怎么选呢 就是你输入完成 比如说长沙啊 输入完成以后 你还必须要 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下面 他给你提示的这几个站点 然后的话 你手动的再去点一下啊 点一下 他才能够正确的输入啊 他他才能够正确的输入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将这个出发地 目的地 以及出发日期 把这三个输宽的工作 都使用代码来自动完成的话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会比较多啊 就会比较多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这一块其实也并不是 我们抢票的一个重点啊 我们抢票到这种的话 是在下面的这个预定 对吧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在抢票之前 就先来把它给 准备工作 就使用手动的方式来完成 好吧 使用手动的方式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笔记的这一番 然后的话 把刚刚说好的这个东西 把它给写下啊 就是手动的输入什么呢 手动的输入那个出发地 对吧 出发地啊 那个目的地啊 以及以及出发日期 对吧 好 以及出发日期 输入完这三个东西以后啊 输入完这三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 一旦监听到你这三个输宽 里面的这些数据都已经输入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 他是不是就可以自动的去找到 查询按钮 然后的话自动的去点击他 对对 自动的去点击他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啊 然后 检测检测到什么呢 以上三个输入啊 一个三 以上三个信息都输入完成后啊 检测到以上三个信息都输入完了以后 然后啊 找到什么呢 然后找到那个查询按钮啊 然后找到查询按钮 执行点击事件啊 直接点击事件 好吧 直接点击事件 进行车票车次啊 车次查询啊 好 这是第三 对不对 好 如果这三个输入 这些数据都已经输入完了以后 接下来点一下这个查询 查询完了以后 接下来下面的话 是不是就会显示出 现在这些车的信息啊 对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去抢那个票 对吧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一般的车票的话 是有上午八点钟 九点钟 或者是下午两点 两点多钟 几点钟的时间 这样抢票 对不对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九点钟去抢票啊 那么我肯定会在九点钟之前的话 就会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到都做好啊 做好以后 时间还没有到九点钟 那么下面的话 肯定就会显示一个什么呢 呃 这个的话就会显示一个信号啊 就会显示一个信号 然后右边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预定的按钮 而是一个什么呢 而是一个 比如说是九点钟开始那个翻票 那么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一个啊 九点开始售票啊 那么我们啊 一旦监听到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车子还没有出来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啊 什么情况下的话 知道这个车子已经有了呢 是不是可以看到 如果他这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想想看的是个二等座 对不对 如果他这地方显示的是个有或者是他显示的是什么呢 这种数字 那么说明啊 这个这趟列车 这个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等座 他这个这个座位下面是还有票的 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什么呢 预定的这个按钮 然后的话去点击这个什么呢 然后的话去点击这个呃 然后的话去执行这个按钮按钮的点击事件啊 执行完这个点击事件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预定啊 那么的话 我再找到我需要去定的那个人 然后的话 比如说我找我是黄友对吧 我需要去执 我需要让我这个人去呃 购票 那么的话我找到他 然后的话再执行他的点击事件 对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下部放到下面来讲 我们先来把这份功能啊 现在把它给写下 好吧 就是第四步啊 第四步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呢 呃 查找啊 我们查找我们需要的车次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想要去抢这个呃 追485的这个车次 对 想要去抢这个追485的这个车次啊 然后的话 我找到这个车次以后 接下来我就看一下 我要找的这个车次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呃 我想要的那个座位 有没有我想要的 对对啊 就是找到我们想要的车次 然后看一下啊呃 对应的呃 那个席席席席啊 有没有呃 是否是否是否有是否有对吧 呃 是否是呃 是否还有鱼票啊 是否还鱼票 什么情况下还有代表还有鱼票呢 有或者是一个数字 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代表是还有鱼票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我我就怎么做呢 我就找到啊 这个车次的订购啊 叫做什么呢 订票叫做预定 预定啊 预定按钮啊 按钮 然后执行点击时间啊 然后执行点击时间 对不对 如果啊 如果没有出现啊 以上这两个啊 哪两个呢 就是有和数字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就让这个查询 查询工作啊 那么我们就让这个查询工作啊 那么我们就循环啊 循环这个查询工作 对吧 就是比如说现在时间还没到 对不对 那么我在检测到这个地方 它是说一个信号 或是没有出现有和那个数字的时候 那么我就不断的去点击这个查询按钮 不断的执行这个查询的操作 对吧 不断去执行这个查询操作啊 好 那么这是这一步啊 好 下面一步的话 就是什么呢 一旦啊 检测到什么呢 啊 对应啊 那个一字一道一道检测到有票啊 一道检测有票什么呢 这个有票 什么其实有票呢 就是有或是数字啊 那么那么那么执行什么呢 那个按钮 执行那个预定按钮的点击世界 对吧 点击世界啊 来到什么呢 预定的界面后啊 界面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对应的乘客啊 然后执行啊 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我来到预定的这个 界面 比如说我现在还有 我这个人想要去购票 对吧 那么我就找到这个什么呢 黄勇的这个按钮啊 也是也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check boss啊 找到这个呃 这个乘客的check boss啊 然后执行什么呢 点击世界啊 执行完这个点击世界以后 接下来再找到什么呢 再找到这个提交订单的这个按钮啊 再 再找到提交订单 执行的按钮啊 执行点击世界 对吧 执行点击世界啊 好 找到这个定的按钮以后 执行这个点击世界啊 呃 我这个地方选一下啊 好 找到这个定的按钮 执行这个点击世界 执行完这个点击世界以后 接下来他又会弹出这个什么呢 弹出这个真正的这个对话框 对不对 好 弹出这个对话框以后 接下来的话啊 我就把什么呢 我就再找到这个什么呢 确认的这个按钮啊 再找到这个确认按钮啊 找到完这个确认按钮 然后再接下来 再执行这个点击世界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票给他抢到了 对不对 把他给抢到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想啊 就是啊 点击完那个什么呢 呃 点击完这个提交订单 对吧 提交提交订单的提交订单按钮 以后啊 以后会弹出啊 一个什么的啊 确认的对话框啊 然后找到什么呢 然后找到会弹出一个确认的对话框 然后找到那个什么呢 确认按钮 确认确认按钮啊 然后执行点击世界啊 这样就完成了抢票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抢票啊 像这个地方啊 我找我提交订单对吧 我点一下确认 确认完以后 他这个票的话就相当于是已经 已经抢到了 抢到了 接下来要做的下部分工作 就是付款了 对不对 付款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通过这个代码去完整啊 因为付款的话 其实他有一个呃 25分钟的一个人的时间啊 25分钟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用支付宝或是微信或是啊 一些啊 第三方银行的一些账号去支付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是没有必要去写代码去抢了 对吧 你基本上是喝喝咖啡再来付这个款的话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意思吧 所以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这样的抢票的一个人的流程 对不对 抢票的一个人的流程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哈 主要就是来啊 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抢票的一个站的流程啊 一个人的流程啊 好 大家理顺完这个流程以后 下面的话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说如何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来实现啊 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来实现啊 呃 这个地方呢 还要再呃 就是再不落色一点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可能有东西就会想是吧 老师 你这样 就是我 我手动的去点的话 不是一样吗 呃 手动的去点的话 肯定是没有你代码那么快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通过代码的方式 我可以啊 不断的去点击这个查询按钮啊 不断的去点查一下 那么如果你手动的话 肯定是没那么快的 对不对 肯定没那么快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流程就差不多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再用什么呢 再用我的这个代码啊 跟大家演示一下 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看完一看 我们在什么呢 在做完这个啊 爬上项目以后 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呃 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把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实际上的话 这个出发地 比如说我现在出发地 是什么的 北京啊 实际上的话 我要到的那个目的地 是那个长沙啊 长沙 实际上的话 那个出发日期是2018年啊 0月3月啊 0一啊 呃 那个购票人的姓名啊 多个人的话 用英文斗号分割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 就只要我购我自己的票 那么就是网友吧 好 这个想要的车子的话 这个地方我想要购买的 这个车子是这个追485啊 追485啊 好 那么就是追485啊 追485 好 点一下确认啊 好 接下来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打开这个什么呢 浏览器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什么呢 手动的来进行登陆啊 手动的来进行登陆 970138074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点一下狮子是吧 我们点一下登陆啊 登陆完之后 这个地方我就不用管了啊 看到没有 我手标 我就移动啊 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管一下啊 太激动了啊 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管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需要手动的去输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输入的是 那个3月1号 对吧 3月1号 然后我就不用去管啊 他就会自动的帮我完整 看到没有 自动的帮我完整啊 自动帮我完整 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会去点击这个确认按钮啊 应该是会去点击这个确认按钮啊 呃 这个没有关系 好吧 待会的话 我会跟 再把这个 就是这部分功能再把它给完上下 好吧 就会 刚刚我自己再去 呃 就是我平时我在强票的时候啊 我也是用的这个 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的话 当时的话 也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这个确认按钮的啊 呃 这个地方没有 没有执行是吧 没关系啊 待会的话 我们再把它给优化就优化下去好了 优化下去就好了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就是要实现一个站的需求啊 实现一个站的需求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客人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